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不是民进党永远冲不破的地方 这次我们在台北市我们要创造一个选举的佳机 台北市15万人的热情破纪录 犹如给小英天家柴火火力更强 马政府执政四年没有政绩 现在到了选举就用所谓的两岸安定牌 来下腹台湾人民 只想和中国谈九二共识 这样只会造成台湾内部的分裂更不安 抛红马政府执政不力 蔡英文再抛大联合政府 组成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 来安定台湾的政局 环节台湾的力量 这就是第三次政党轮廷 我们能够冲刺 我们这个最后的一里路 我们发挥最大的冲劲 蔡英文在距离总统府一里路的地方 举行肇事 再提这句冲过最后一里路 具有象征意义 迎战双北 蔡英文稍早也来到新北市肇事 这也是2010年五都市长一战 蔡英文小数的地方 不过2012年大选 蔡英文有信心拿回选票 选前最后一个星期天 蔡英文一连赶四场造势大会 下午前进彰化台中 决战中台湾 晚间冲刺双北 要在大选最后阶段冲高盛势 三日新闻最后报道 至于马总统的部分 在今天晚上则是指导了 绿营的票仓台南市 还请来布袋系大师黄俊雄站台 寄出了实验文 怪老子等 布袋系名人来拉票 甚至连藏镜人都下跪 呼吁大家要投二号 超级星期天忙赶场 台北游行一结束 马总统立刻赶到桃园晚会 顾客夹票 既然走对了路 就不要乱改 对不对啊 对 晚上七点桃园场 一个半小时后现身绿营票仓台南跟小英别苗头 今天报告 其实我们的现场 早都超过三万人以上的中心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希望拜址的选举 看到我们公民党的气势 是越来越高 大家做位打招 一定要赢啦 营造盛选气势 台南场除了副总统肖万常驻讲 布袋系大师黄俊雄 带领石燕文 怪闹组 哈欠两戏等班底站台 甚至连藏进人也为马总统拉票 演艺界马如龙 佩晓岚夫妇出面力挺 选前最后疯狂星期天 马总统拼了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不像双英偶有大型的造势晚会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的超级星期天 则是飞到了花莲来拜票 他先是痛批马政府执政四年 造成了城乡差距 政见一再跳票 接着他又在扫街的时候 一路高喊我回来了 就是要让选民知道 过去老省长从来没有让花莲失望 以后也不会 支持者高喊动算 选拳最后一个星期天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来到花莲的福丁公园造势 痛批马政府承诺跳票 不重视花莲人的权益 把他们当成此等公民 马总统也承诺过他当选之后 他会把那条道路 为大家做好 做好了没有啊 没有 不能够因为花莲台东 人少 我们就不照顾我们的东部的乡亲 东部的乡亲不是二等国民 除了提起过去省长时期 对花莲的承诺全都一一实现 反观马政府执政四年来 不止城乡差距日趋严重 政府与民心也越来越远 宋楚瑜要选民找回民主的价值 不该只是选蓝或绿 应该是选闲与能 让我们忧虑的四大差距 城乡差距 平富差距 南北差距 我今天还要加上东西差距 那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信任的差距 离开福丁公园来到花莲市区 宋楚瑜走向人群一向选民握手 宋楚瑜回到花莲 除了左批马政府无能 又打扁政府贪腐 也期待能唤起花莲人当初支持老选长的心 森林新闻综合报导 不只宋楚瑜指导后山 马办执行长金普聪下午也在花莲坐镇 带领着国民党支持者大游行 但尴尬的是 由于一向被宋楚瑜视为子弟兵的花莲县长傅昆奇 在选前传出要弃送宝马 因此这两个人的互动引发了外界关注 但是仔细观察 今天傅昆奇不但是主动去接机 还陪着宋楚瑜拜访地方人士 看起来互动还不错啊 但是对于是不是要挺送呢 傅昆奇还是没有正面回应 只说他终身都会是宋楚瑜的好弟子 宋楚瑜拜访花莲 外传气宋宝马的县长傅昆奇 不但亲自接机 宋楚瑜第一站拜访东方报 接着吃中餐 整整一个小时 傅昆奇都全程陪同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味道 现在吃饭好不好 现在两个人是父子关系还是战友关系 我年纪没有那么大 曾暗指傅昆奇 选战选到没有人情味 宋楚瑜现在改口有感受到温暖 为何傅昆奇还主动握宋楚瑜的手 是不是要撇除气宋谣言 这个宋主席是我非常尊敬的政治的导师 宋主席也一直对我 这个关心有加 我想我们终身都是宋主席的好弟子 好 出来帮我站住 不是 请这位运气也是我们在采取 那我访问我想给我一点 会不会挺送到底 傅昆奇没说出口 倒是送局帮忙缓家 但刚好同一天 国民党金普宋在花莲都军游行 是否真的游说傅昆奇倒戈 金普宋低调否认 选前倒是要倒到我们这个国民党这边来 你应该太难 这个我不确定 但是凡是支持马英走的人 我们都很欢迎 也尊重所有政治人物的做法 选前倒数 气宋提马的传言 傅昆奇没有承认过 倒是在选前最后一个星期天 亲自接机又做陪 撇除气宋谣言的意味相当浓厚 下期新闻白巧一 江英红 SNG小组 花联报导 好 这个选前超级星期天 蓝营是全国遍地开花 展开了大游行 在绿营的部分则是由南向北来 大造势 双方拼场的意味十足 而蔡英文她下午是来到了彰化 包括了党内三大天王 旅游苏都来替她站台 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 原本最近都是用大进场姿态出现的小英 这回怎么改用别的方式出来呢 主要是因为民众实在是太热情了 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根本走不进去 蔡英文彰化造势 台下除了人山人海 今天场子还特别不一样 我们的造势场 我都是大进场 就是说我从后面这样走过来 要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不拼命走过来 绿营估计涌入三万支持者 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小英大进场寸步难行 只好取消 但对马总统的炮火依然 要拉下马政府 小英再次感性诉求 改变就是现在 小英催票呼吁人人化成分身 苹果湾 龙座开尾 吹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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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一点点 给右击 我们就冲过去了 天王呂秀莲 游锡坤 苏贞昌也到场助奖 全力最后冲刺 三立新闻白书画李正道 SNG小组采访报道 好 刚刚看到这个场子里头 满坑满谷都是人 湘心实在是太热情了 不只让小英无法用大进场的方式上台 甚至还挂彩了 昨天全台大扫街开拔到台南 晚会涌入了足足十万人 多到都满出了封街范围 民众热情指数破表 争相跟小英握手 结果让小英握到手都受伤了 因此今天在扫街的时候 主持人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握小力一点 选前超级星期天 蔡英文全台大扫街 由台南市长赖兴德等陪同 在台南市出发继续北上 蔡英文 蔡英文 所到之处民众热情手也握不停 传出小英几场晚会 早接下来握到虎口受伤 不过小英年轻说没这么严重了 有时候当然是有一些刮伤 不过这个做不爱惜 这个也一定程度 免疫出来民众的热情 不过有些民众也注意到 如果用力的拉 或者是用力的扯 我们可能会受伤 所以小英他们有时候会这样说 摸一下就好摸一下就好 支持者体贴拍手取代握手 不过手受伤程度上也反映小英超人气 看看选前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台南晚会 台南乡亲热情破表十足震撼 行动力挺小英30公尺宽的海岸路风街 从成功路到民族路 人潮几道满出来 小英取好彩头 从成功路大进场到竹舞台 短短180公尺足足走了十五分钟 插英文 已经来到 先够够够了 插总统府 插一步而已 插我们大人的 去插一个这样而已 我们大家出一个落就好嘛 要当小英前进总统府最坚强的后盾 小英台南催票 支持者情绪沸腾 三日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在蓝营的部分 也展现了大团结的气势 国民党在今天 进行了北中花东四地的台湾 站出来大游行 马总统是亲自坐镇台北 跟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带队 游市政府一路走到了 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 而副手吴敦毅跟他的坎夕周美清 则是在台中坐镇 至于花东 分别是由金浦聪跟王金平来领军 参加人数超过了20万人 但比较怪的是 蓝营声势在南台湾 原本就比较弱一点 但今天的大游行 却还是把这个地方给漏掉了 选前最后周日 马总统拼连任 在台北率领蓝营支持者 走上街头 展现团结大气势 包含国民党农业主席吴伯雄 双北市长郝龙斌朱立伦 都一路陪同 还看到马二姐也头戴气球 共襄胜举 一路从市府广场走到总统府 五天后就要投票了 让我们用选票 告诉全国 告诉全世界 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要向前行 台湾一定赢 好不好 好 台北主要干到中校东路 满满群众成了常常人和 除了气势最旺的北台湾 台中游副手吴敦毅 总统夫人周美清亲自带队 花莲则有马办执行长 金土聪出马率领 台东交给立法院长王金平 负责巩固全台四地串联 却独缺气势较落的绿色南台湾 台北聚集超过15万人 台中也破5万人 让市中心几乎沸腾 花莲台东各有1万集6千人 马办估计全台游行人数 超过20万人 夹带全台高人气 马总统犹如吃了定心丸 站上府前广场火力全开 再批对手蔡英文 如果我是蔡英文主席 我竞选总统前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代表 民进党向大家道歉 如果你花了半年 还说不清什么叫台湾共识 他跟苏贞昌先生 都凝聚不出来共识 他怎么凝聚台湾共识呢 选前倒数6天 蓝营最大造势活动 试图冲高蓝营票仓得票数 压倒南台湾 绿大于蓝的不足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